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当爸爸做妈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宝宝的我是小音乐家旋律之旅 二,小小运动员的协调与平衡挑战 三,宝宝的我是小科学家实验发现剂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宝宝的我是小音乐家旋律之旅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来分享宝宝们的我是小音乐家旋律之旅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 一个小小的音乐厅,观众席上坐满了玩具熊,毛绒兔子和各种动漫角色的抱枕 而舞台上则是一位年仅几岁的小音乐家 手里拿着一个玩具小提琴或者是彩色的小鼓 这位小音乐家的表情严肃,仿佛他即将演奏的不是小星星 而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然后,随着第一声音乐响起 我们可以看到小音乐家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他们可能会跑掉,节奏可能会乱七八糟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音乐家们正在经历他们的第一次音乐之旅 他们的每一个不完美的音符都是对音乐世界的探索和尝试 想象一下,一个宝宝拿着鼓锤 每次敲击都像是在和鼓皮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 仿佛鼓皮是一个顽固的对手 而宝宝是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变手 每一次敲击后,宝宝都会停下来 用一种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满意的表情看着他的听众 即使听众们可能只是一群毫无表情的毛绒玩具 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钢琴家 他们的小手刚刚能够勾到钢琴键盘 每次按下一个键都需要全身的努力 他们可能会偶尔按错键 但每次正确的和弦响起时 他们的脸上都会露出得意的微笑 仿佛在说 看吧,我知道我能做到 这些宝宝们的我是小音乐家旋律之旅 不仅仅是关于音乐的学习 更是关于自信、勇气和坚持的教育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如何面对挑战 如何享受成功的喜悦 以及如何在失败中找到重新开始的勇气 最后,当我们看到这些小音乐家们 在他们的音乐之旅上越走越远 我们不禁会想 也许有一天 这些小小的音乐家会成为真正的音乐大师 他们的音乐会感动世界 但即使不是,他们的旋律之旅 也会是他们童年最宝贵的回忆之一 毕竟,每个宝宝都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家 他们的音乐,无论是不是完美的旋律 都值得我们倾听和欣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小小运动员的协调与平衡挑战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谈论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小小运动员们 他们的身体就像是刚刚下线的最新款机器人 功能强大,但还需要调试 他们的协调与平衡能力 就像是机器人的操作系统 还在不断地更新和升级中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协调和平衡对于小小运动员来说 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 试想一下 这些小家伙们的大脑 就像是一位热心但有点混乱的交响乐指挥 试图让他们的身体部位 这些乐器和谐地演奏出运动交响曲 有时候,这场演出可能会有点离谱 就像是小提琴手突然决定演奏爵士乐 或者是鼓手决定这是个练习独奏的好时机 在学习如何跳跃 投掷或者平衡的过程中 小小运动员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比如说 当他们第一次尝试站在一只脚上时 可能会摇摇晃晃 就像是一颗在风中摇曳的小树苗 或者当他们尝试抛街球时 球可能会四处飞 就像是一只刚刚学会飞的小鸟 方向完全不受控制 但是,就像所有伟大的指挥家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小运动员们的大脑 开始更好地掌握这些复杂的动作 他们的肌肉记忆开始形成 动作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 这就像是乐队成员们 终于找到了彼此的节奏 开始和谐地演奏 有趣的是 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欢笑和泪水 好吧 也许更多的是泪水 因为每一次跌倒和起身 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小小运动员们的决心和毅力 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锻炼 他们学会了 即使在失败之后 也要继续尝试 最终 当这些小小运动员 在体操垫上优雅地翻滚 或者在足球场上灵巧地踢球时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协调与平衡能力 有了显著地提升 这就像是他们的身体 终于下载了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 一切都开始运转得井井有条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小小运动员 在尝试新动作时摔倒 记得 这只是他们成为 未来运动明星的旅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他们的每一次尝试 和每一次进步 都是值得鼓励和庆祝的 毕竟 即使是最伟大的运动员 也都是从摇摇晃晃的第一步开始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宝宝的我是小科学家实验发现剂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科学家 我们家的小宝宝 这位年轻的实验家 虽然可能还不会走路 但他的好奇心 已经在科学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位小科学家的实验发现剂 不过请记得 这些实验的科学性 可能和牛顿发现 万有引力式的苹果 有些许差距 首先 我们的小科学家 发现了重力 不 不是通过苹果 而是通过勺子 每次吃饭时 他都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 勺子下落实验 观察勺子从高空坠落到地面的现象 他的结论是 勺子似乎总是向下落 而且每次落下 都会伴随着冬的一声 这个实验 不仅重复性极强 而且还能够成功地 引起大人的注意 这或许是一种 新型的社交物理学 接下来 我们的小实验家 在声音与物质状态领域 也有所建树 他通过大声哭泣 发现可以将固态的成人 转变为液态运动状态 特别是在夜间实验时 效果最佳 这种转变 通常伴随着一系列 复杂的成人面部表情变化 和声音调节 这一现象在科学界 被称为父母的快速响应机制 此外 小宝宝还在食物的化学反应上 有所发现 他通过将不同的食物 混合在一起 比如将泥土加入果泥中 他观察到成人的味觉反应 和食物的物理状态变化 虽然这些实验结果 通常不会被成人所接受 但它们无疑扩展了 我们对于美食的定义 最后 我们的小科学家 在时间感知领域 也有重大发现 他通过在不同的时间点 进行睡眠和清醒实验 成功地将家里成人的睡眠模式 转变为一种新的 不规律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科学界 被称为宝宝标准时间 BST 他挑战了传统的 24小时周期理论 总之 虽然我们的小科学家的实验方法 可能不够严谨 但他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却是科学发展的真谛 他的实验发现 既提醒我们 科学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严肃活动 它也可以是生活中的乐趣和惊喜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宝宝 在进行他的科学实验时 不妨加入他 一起探索这个奇妙世界的无限可能 总结一下 宝宝们的 我是小音乐家旋律之旅 小小运动员的协调与平衡挑战 以及宝宝的 我是小科学家实验发现剂 都是宝宝们在成长过程中 探索和尝试的一部分 他们的勇气 毅力和好奇心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欣赏的品质 虽然他们的成果可能不完美 但他们的努力和实验精神值得我们的鼓励和赞赏 对于音乐之旅 我们看到宝宝们从最初的兴奋和不完美开始 逐渐进步并享受成功的喜悦 他们的音乐虽然可能不是完美的旋律 但每一个音符都代表着他们对音乐世界的探索和尝试 在运动的世界里 小小运动员们通过挑战自己的协调和平衡能力 不断进步和成长 他们的每一次尝试和进步都是值得庆祝的 因为即使是最伟大的运动员 也都是从摇摇晃晃的第一步开始的 而在科学的领域里 我们的小科学家通过实验和观察 探索和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 虽然他们的实验方法可能不够严谨 但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是科学发展的驱动力 总的来说 这些宝宝们的成长旅程是充满了欢笑和泪水 挑战和成就 他们的努力和实验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欣赏的品质 所以让我们一起鼓励他们 一起探索这个奇妙世界的无限可能 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随时提问或分享你对这些话题的看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